我是AV大熊Marchbear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的又是扭蛋系列啦 之前開過的鋼彈的武裝重咒 那今天因為這個也是買一整組的 所以總共就是五顆五個顏色 那我們來開箱吧 我打算說開了以後立刻看到它大概長什麼樣子 然後就開始組裝 然後下一秒大家就可以看到我組裝的是什麼東西了 這個是武器組 所以就先不用不管它了 那我來開黃色這個吧 這看起來就應該是組裝的 這一彈呢它裡面有一隻 插槓然後一隻白石 然後一隻 這個應該是古夫 然後就是配件系列 跟武器 那就讓我們來組一下這一顆吧 這好像是古夫耶 我還以為是飛船 結果是這一隻耶 我一直都把他認為他就是薩克 然後都會被人在糾正 這好像是古夫 第一顆組好了 這一隻古夫 有點可愛 而且啊它的設計還蠻有趣的 它是把頭蓋骨打開以後 裡面這裡的眼睛呢是可以調整的 想要轉哪邊啊 就是調一下他眼睛就會往哪邊轉 那古夫呢 就把它給放到旁邊去吧 嗯 這個粉紅色應該是武器吧 我覺得 看起來有點像武器 我們來開這一隻好 這感覺應該是純金的古夫 的那個 不是古夫 純金的白飾吧 呵呵呵 開 喔沒有錯 我猜的沒錯 這顆果然是 白飾純金 哇 那我們來開始組他吧 哈哈 組好了 這是我們的白飾 沒有啦 其實這是縫魔死亡 呵呵呵 只是突然想他 想要讓他 跟大家見見面 做好的白飾呢 在這邊 他真的是整隻都金光 其實會想要讓 縫魔一起出現 是因為兩隻都金光 就突然想到縫魔 呵呵呵 他真的很漂亮 他上色 這也不算上色 因為我剛剛剪開的時候 湯口其實有點金金的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灌魔 就是灌這個顏色的 真的很漂亮 而且他亮到讓我有一度 就是看不太到 他那個 因為他每一個配零件 他裡面都有寫L跟R 讓你知道說 你在組裝的時候 這一塊是左手還是右手 左腳還是右腳 我完全看不出來 他到底寫的字到底是 左邊還是右邊 完全看不到 因為他太金太亮了 你們有沒有看到這金色 真的是有夠離譜耶 好漂亮喔 這是一顆扭蛋的顏色 而且組起來真的好可愛喔 那剛剛這一顆應該是 配件 所以就放到旁邊吧 這一顆應該就是X鋼了 喔真的 一拆開就立刻知道是X鋼了 每一隻的配件都是滿到炸裂 花一百出頭多 你就有一隻這麼酷的鋼彈模型可以玩 然後幾乎全身都是可動的 只是說在動的時候要小心擺 因為脫落 那如果說脫落也沒差 反正再塞回去而已 這個超棒的啊 而且幾乎每一隻的素體 都是用差不多的 所以你想要這隻手裝 這隻手 這一個頭換這顆頭 都是非常方便 非常好玩的 那我們來繼續組這一顆X鋼吧 哈囉 大熊回來了 大熊想說 既然都要組了 這一顆也是最後一隻鋼彈 那就把其他人都組起來吧 於是就把這一把 超大的槍 應該算大砲 然後盾牌 以及這些 擺飾的替換裝甲 都弄好了 不過呢 浪費最久的時間 浪費超級久的時間 這兩個 我組了超級無敵久的 因為 它是只有圖片 它沒有說明說該怎麼組這個武器 跟這個盾牌 所以 全部只能夠看著圖片 然後一塊一塊零件慢慢摸索 喔喔喔喔喔 真的是組到快崩潰了 我要羞欸 然後這一隻呢 我必須要講一下 它 這裡 它這個天線啊 居然也是用跟百事一樣 金色的零件去做的 金色的塑膠去做的 然後呢 這個胸甲 它完全沒有分件 可是它的 顏色真的很漂亮 超好看的 它完全分色分的超棒 然後還有另外一點 很特別讓大雄真的是嚇到了 這裡啊 就是 X鋼最著名的就是 可以打開的部分 有沒有看到 這裡面這個金屬色 這個金屬色不是貼紙喔 它是塗裝 它真的是塗裝 而且 上面是真的有顆粒感的 可以拿來抹指甲的顆粒感 很棒欸 而且 這次的零件真的很多 好划算喔 雖然它隔起出來 因為在扭炭裡面它塞得太滿 所以 全部零件都是歪的 連這把槍都整把都歪的 這個到時候去泡一下熱水之後 就可以把它給還原到原本的形狀了 只是大雄現在 手邊沒有熱水 所以就先這樣吧 這個零件啊 都可以是裝在這三隻身上 可是呢 因為我覺得直接裝上去的話 對比度真的很不夠 然後 因為呢 這個東西 我跟阿萱總共有拿了兩組 應該是說 一組其中幾隻是我的 然後另外一組的 武裝跟配件呢 是阿萱的 所以呢 我們這裡總共有第二組 那我們來 組這三隻 然後再把裝備給裝上去 然後再呈現給大家看吧 欸 我終於弄好全部的東西了 這隻古夫呢 就不用特別介紹 因為它其實只是多了一把刀子 然後 就好像沒有東西了 對 它就只是把鞭子變成刀子這樣而已 多了的配件呢 就是刀子 那我們就把它放到旁邊吧 因為也沒什麼需要介紹了 另外呢 這個就是 這個 X鋼呢 還蠻帥的 其實這個盾牌呢 就是多附的 然後武器也是 還有以及後面這個 分色背包的後面這一塊 也是 就是另外一顆的配件 那這個 X鋼其實 我這個不是另外裝的配件喔 這個呢就是 原本就是 剛剛有裝像這樣子的 然後它呢 很有趣的地方是 它就是這樣 打開而已 這是在X鋼本體裡面就有的喔 所以這隻X鋼真的超值得轉的耶 你光是這樣子打開 就可以變成另外一種 就是 形態 然後 這樣打開 蓋起來的時候就放在背後這樣放著 很酷耶這個 這超炫的 這太酷了 這塊盾牌也超帥的 而且它這個都是 額外的零件 就是另外的 擺絲它就是 直接把整顆頭都換掉了 這一顆頭比較長 有點 不知道 我原本覺得它很醜 可是 看到本體裝上去後 我覺得 好帥喔 這頭不知道為什麼很帥 原本覺得它超像疫情超醜的 結果變得超帥的 然後連這個呢 肩甲呢 也是 也是另外裝上去的 這個叫白桿 就是 百四桿 然後這個 炮桶呢也是另外的 這一隻呢 這一隻就是剛剛另外組的那隻大炮 超級大炮 好帥的大炮 直接把人呢 整個就是裝上去 和上去就可以了 不只是百四可以裝 全部的人物都可以裝的 情況下 我覺得它還蠻划算的 不錯 如果要轉這個系列呢 其實要有一點點組裝技巧 那 不管你有沒有組裝技巧 其實都可以組得起來 只是差別是 快或慢而已 那大熊是還蠻喜歡這個系列 所以之後呢 還是有收了 目前有預定啦 呵呵 不過不能跟大家講說是什麼東西 哈哈哈哈 那今天的這個武裝重咒十一呢 就開箱到這邊喔 如果喜歡大熊影片 請記得幫大熊訂閱按讚以及分享出去 那如果什麼話想跟大熊說 或者是想跟大熊聊聊武裝動作系列啊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大熊都已經回應你的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訂閱隊頻道 訂閱inska 訂閱inska 訂閱inska